含有化学成分的清洁剂 会有残留毒素的疑虑 不利健康生活 所以我们今天请到王明勇老师 教大家用蔬果自制清洁剂 环保又天然 大家好 今天来教大家一个很简单的 万用的环保酵素清洁剂 我们可以把垃圾变黄金 首先我们先将一份的黑糖或者是砂糖 加到水里面 把它彻底的先溶解 溶解之后 像我们可以准备三份的 像柑橘类的橘子柠檬都可以 再来这三份里面 我希望有一半匙凤梨皮 因为凤梨的酵素特别多 加完之后我们就把水 十分满的话 我们大概加九分满就可以了 那这时候我们把它盖上去之后 我们不要盖密 要留一点空间 因为它发酵会有气体 三个月之后我们完成了 我们就可以把这个 过滤出来这个环保酵素清洁剂 就可以使用了 那老师教它做一个加强版的 还可以有驱蚊驱虫防蚊的作用 就是我们可以加入一些香茅 那我们再把我们这个 做好的环保酵素清洁剂 再把它泡进去 除了清洁以外 它还可以达到驱蚊驱虫 芳香的作用 很多蔬果皮都有除够 蛊污的效果 像马铃薯皮可以吸附 玻璃背底的丸垢 苹果皮能够让胶黑锅底变解白 这些都是无毒清洁的好帮手 我们下期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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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福啊 人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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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下期待 zew画